大家好 这一章将为大家讲解到建筑动画中 余景的表现手法 在建筑动画中 经常会使用一些 包括雨雪雷电和春夏秋冬 在内的视觉元素 来烘托建筑设计 这样的建筑动画 由于有很多的气氛元素 所以镜头显得十分的丰富 提高了整体的可观感性 在前几章讲解的过程当中 我也给大家讲解了雪景的表现手法 这一节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 建筑动画中 雨景的表现手法 以及它环境光的创建 和PF离子的调节 PF调节离子 主要是针对于雨水的制作 现在我们打开Max 打开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场景 我把它命名为阴天雨景 因为之前做的是一个白天 我们打开它 这是丢失的贴图 跟以往一样 不去管它 首先我们在顶时图分析一下这个场景 看一下 按相机视图看一下 拖动时定滑快 这是以前工作中间的一个实际的项目 实际的一个项目 拿出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下雨景的表现 是一个房产的项目 大家也会看到一个房产的项目 我们要做出具有雨天的效果 大家可以开拓思维 就这么一个镜头 平时的镜头 雨水洒落在地板上 打在建筑上 打湿建筑 打湿这些配景 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型 我们还是根据第一步 用插件清理空物体 隐藏相机 siff的将c 下键 打开搜封组 选择空气 没有 多选择几项 确保 忘记是 合并一下同一材质 没有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层 进行一个层的整理 它之前的层是我已经整理好的 现在我们把它进行归类 进行 给它统一的颜色 我们再次给它统一的颜色 就给它统一的颜色 就给它统一的颜色 你先把它放出来 好像坐标系不对 植物 建筑 建筑统一 我们都把它命名为一个层 区分 地形 配景 配景跟这个应该是一个层 对不对 配景跟这个 小品 它们应该是一个层 包括整个地形 它们应该是唯一个层 重新分层 地形 把它加进来 隐藏它 嗯 因为场景比较小啊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层 整理好了 配景 不要 相片 不要 地形 哈 给它一个 单独的颜色 这是一个空场 你不用管它 它由于此场景 作为一个视力的场景讲解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 现有的东西进行塌陷 这是远处的东西 能不删 我们尽量不删 我们先来它现 先看一下吧 332万的面数 物体个数太多了 之前讲解的就是物体个数不要太多 那我们来对物体个数进行个 称面 称面 可以塌陷的 我们都把它塌陷 建筑 建筑 对 我就发展到 在那边 立体的脚 嗯 那边 我们可以更多 而且 还是 它限一个隐藏一个 还是这个方法 它限一个隐藏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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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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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用插件来将它进行插线 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我可以用插件 还是用常理出手 才是才是选择 我可以用插件来 我可以用插件来 它先完了 我们看一下 目的歌手减小了 对吧 已经达到目的了 现在 建议大家不要像我这种方式抬现 我是给大家做演示 让系统比较快 我们可以先把它 这样输入比较快 因为设计在项目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改模型改动 所以说你一旦像我这种方式按材质塌陷 远处的或进度的材质一旦塌陷以后 你如果要后期改动的话 分离也不是很好分离 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塌陷的时候 以动为单位 小品以各为单位进行塌陷 不要像我这样塌陷 不要像我这样塌陷 不要这样塌陷 一定要以动为单位 以各为单位 这样进行塌陷 这样的方便你后期好修改 我是给大家做演示 所以说是就按照材质塌陷了 这样给大家讲解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好 插陷完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 好 这个场景我们要做一个雨天的效果 对吧 要做一个雨天 我们来找一找 还是 找一找雨天相关的一些配套图片 雨天的效果是天气不会太晴朗啊 天气不会太晴朗啊 天气不会太晴朗啊 是比较阴沉的 所以说类似于是阴天的一个效果啊 包括这些都是比较阴沉的没有太阳啊 有浓浓的大雾笼罩在大气上空啊 大气上空 雨天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 但是我们做建筑动画的时候 力求还是把它作为稍微夸张一点啊 夸大一点 一个雨天的效果 阴天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可以找一张类似的图片作为参考 首先我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图片 我先确定它的环境色调 我可以 因为是雨景 所以说我应该做的这个环境 实际上应该是阴天 阴天 阴天的一种气氛 大家参考一下 类似于像这种图片 都是阴天的 比较好的气氛 基本上有云 有雾 有太阳 但是云雾是被 太阳是被云雾遮挡住了啊 建筑的起面关系 来说不是很明确 但是有亮面的地方 还是也有暗面的地方啊 这个要大家 大家多去分析 找到适合自己的图片作为 一个环境图片 阴天的一个效果 比较好的 一些都有点太夸张了 像这种 我们目的就是 类似于这种图片 阴天的效果做出来 然后让它下雨 就是雨天的效果 对吧 我们也找不到一张合适的参考图片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张 阴天的效果 阴雨天的一个天空 在这儿 不是 很像 都不是很像我们能表达出来的这个 这个已经这个油太亮了 但是也是一个 阴雨天的效果 阴天效果 下雨 是比较阴沉的 可能感觉是比较压抑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桌面 桌面 我之前找了一张 雨雨天的一个环境图片 360度环境图片 我决定用这张图片来作为 本项目的一个阴天的 背景效果 就用这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制作 首先我们打开 我们这已经整理好了 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不用管